歡迎收看4月19號的聲儀紅中 我看到最近是雙經局還是運樓局 運輸的運樓局 現在反駁隊不是鄧炳強的專利 其實誰不是反駁隊 特區政府都很容易反駁 總是那幾句 滑黑、抵毀、說三道四、歪曲事實 講完這些就完成了 所以運輸的運樓局這次的回應 都做了一點點功課 事緣講什麼呢 首先 我給我一個credit給九倉主席 吳天海 他最早講的 去年是上個月講 說了一個月左右 他就說 現在你香港 現在跌出十大邊緣 當時還沒有跌 跌出十大邊緣 但是 你說香港的貨櫃碼頭 排名 吞吐量 這些事情 他講的很多原因 其實現在 我們之前也有報道 就是引述 cintelligence的統計 就是說他現在 有那些 不同的全球的 一些海運 那些聯盟 那些物流聯盟 海運聯盟 航運業聯盟 開始重組 現在再加強壟斷 將香港的航線 就開始逐漸放棄了 排除了 甚至乎 因為有些 航運公司 尤其是東方海外 東方海外 東方海外 是老董 然後 又買給國企 他就說 他所屬的聯盟 為了提供準點率 所以就會放棄香港的航線 就是說什麼 香港不得準點 即是自己在經營貨幣的 其他部分 不知道 都放棄 老董這樣說話 會不會是抹黑 那不會跟老董的事 老董現在都不知道在哪 老董是家族生意 可以是家族生意 他伯爺 董浩雲打下來的基業 現在就一半賣給國家 現在就很緊張 因為 夏寶龍剛剛下來香港 夏寶龍這個星期 有個415講話 即是國間安全教育日 是啊 很恐怖 香港是宇宙中的太陽 有些人會說 宇宙中的太陽很嚴重 你知道太陽 這麼熱的地方 是寸草不生 我只知道錯的話 會曬太陽 還有太陽這件事 是會照亮人家 燃燒自己來照亮人家 我覺得如果在某個意義上 也未必是錯的 即是香港是不斷燃燒自己 照亮大灣區 為他人作家 為國家安全作出貢獻 因為其實我都覺得現在都似是 包括那些白車 現在正在研究 是啊 上來大灣區 真的 是啊 一方面就說要增加收費 說香港人濫用 濫用醫療 濫用急診室 三顆瘡都要看醫生 叫白車 現在要白車上大灣區 然後又叫香港人 多些上大陸認識祖國 是啊 那就多些上大灣區消費 北上消費 去到 真的 一湧二上的時候 你看到香港的店鋪 不斷倒閉 然後又痛了 現在最新出了一個 渣打 渣打銀行 搞了什麼大灣區景氣指數 告訴你 大灣區來說 其實現在逐漸復甦 是啊 現在大灣區 整體來說 其實它現在逐漸保持 所謂景氣指數50以上 50以上就叫景氣 GBAI 現在唯獨是香港 比較是私人獨潮水 比較落後 是啊 由去年第三季的49 升到第四季的50 但預期指指數 就是由52.6 跌到49 主要是受到製造和貿易 和專業服務拖累 這個問題 嘩 你香港的專業服務 其實香港是最賺錢的環節 金融 金融 會計 法律 審核 認證 就是這些 是啊 你現在竟然說 香港這些最不行 除了這件事不行之外 那你還有 最近的失業率 又到頭上升 升就升了少少 3% 剛剛好 2.9升到3 你從經濟學理論去講 都叫全民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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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大家都知道 香港很多行業 吊鹽水 某些行業 不同的行業 包括旅遊相關行業 這些過去幾年都是跌進人工 所以就說 為什麼香港 那個組織叫做 倒閉群組 那麼多人進去 是啊 不是大家都想負能量 不是大家都想放負 因為法國這個地方 才可以分享到 大家真切所見的東西 大家都有同感 大家都關心這個地方 而不是好像 那個 食花佬博士 湯文亮 就說到 主要是對象向我們這些人 因為我們 在宜英港人來說 就想香港衰 湯文亮的東西 就不值得反駁 他有個朋友 搞開張群組 也不踴躍 IT界猛人 搞你幾天 我看到有些真掌 五六八友 然後說 香港有什麼店舖開張 阿方寶橋 他意思就是 一雞死一雞鳴 這個世界 有人倒閉就自然有人開張 總體店舖的數目 是不會減少的 這句話 就似是而非 店舖的數目 當然不會減少 店舖又不會減少 店舖出租率會減少 出租率會減少 你在尖東 你在佐敦道一帶 在旺角 在陀螺銀內街 有照片看的 就算是一雞死一雞鳴 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 死了什麼雞 明的人是什麼雞 我剛才知道 女兒想看的 也是 明店現在買兩頓飯 明店買兩頓飯 或者 那些租金跌九成 香港最矚目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說 老的明店街 那你就去看你的柏例大道 是呀 以前不會有夾公仔 夾公仔 以前是什麼 周大福 最旺的時候 周大福 做金行 或者做大陸旅遊 來那些豪客的生意 就在尖沙咀過 跟著海港城那間 那間餅店 現在買兩頓飯 是呀 現在要是夾公仔 有些大喜相譜 現在整個 塔帕麗大道 就妙街化 其實這些現象 也不是最近 其實幾年前 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你在尖東 你已經看到這個情況 是這樣的 以前尖東大富豪樓 那間店 全部撿了一半 全部變成什麼 變成便利店 店啊 藥房啊 賣車仔麵 那些東西 尖東 就在便宜在旁邊 是吧 幾間大酒店圍住 就是買這些東西 另外 走開去再遠一點 真的很多空舖 現在的情況 似乎沒有改善 還變壞 所以你說 店舖數字沒有減少 這些是找來講的 當然沒有減少 除非剷平它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一定沒有玩笑 但是你見到的情況 就是很多空舖 這是第一 第二很多還在做的 喊救命 第三 有些在經營 繼續出租 但是經營的項目 已經不同了 已經 由高檔消費 變成賣車仔麵 由食刺 變成吃毒魚蛋 怎麼同呢 還有 你今個星期 還有這些不禮貌 那些食肆不禮貌的新聞 有接種而至 最出名的就是 在屯門一品刀上面 不是啊 教授你是那邊的人 你有沒有吃過 沒有 沒有吃過 不只 不滿別人給一星 人家找傳媒去訪問 找頻道師去訪問他 然後還要開張 不就是要開傘 趕人找 打人 講粗口 在網上說 你不要再用這個 恐嚇你 對 不怕你們的 準備好律師信 大哥我心想 你只是說 倒閉群組 十幾萬 你是不是個個都給了 律師信 你有沒有人地址 但是見到 這個就是 香港的逆史奇葩 這個很有象徵意義的 香港政府就是這樣 你罵我 你就在胡說八道 我告你了 對 你說我們跌得十一 運輸物流稿 立刻出幾篇主題品 兇你了 這個我們要說回剛才 香港的貨櫃碼頭吞吐量 現在跌到排名第十一 這個就是 剛剛叫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 Alfa Lina 做的一個研究 上個星期 我們就是講 在瑞典 北歐有一個 叫Sea Intelligence 我們自由亞洲電台 也有引用過他的套用 就是說 現在香港就算被除名 現在這個Alfa Lina 就是另一個研究機構 就說 香港 過去這一年裏面 只是過去這一年裏面 那個吞吐量 是少了14% 兩位數下跌幅 那真的大跌得很厲害 這些是有數據的 而它的跌勢是連續七年下跌 爬頭的是杜拜 以1447萬個 就領先了 逆轉領先了 香港的1434萬個 剛剛夏寶龍說的 你要以中國來做靠山 現在中國是富貴的 如果你說 去處理這些貨物的吞吐量 是富貴的 中國是 如果你說說全國來計 你有深圳 你有上海 然後還有鹽田 還有福建那邊 福建 寧波 周山 這些 至少四個 四五個 天津 五個 超過一半 五五 就是差不多一半 都是祖國的 但你香港去到第十一 那是怎樣 你說靠祖國 他現在實在要照顧太多不同的城市 你靠他 可能有的 但是問題的勢 我們在講的 Tendency 我們要看一個trend 香港就是在跌 我記得董先生說過 香港好中國好 我覺得這個說話是不錯的 如果中國好 又利用到香港本身原有的制度 特色和優勢 香港都會好 我也相信這一點 但現在不是 現在你中國好 就要你香港拉下來就他 就像DSE考試的安排 這樣而已 那你自然香港就不會好 那你如果香港 那個法律 在這個項運業的法律認證 那個優勢沒有了 相關的專業保障 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你貴人幾倍 為何要光顧你 我自然去把那些貨物 直接插去 鹽田也好 周山也好 更加直接 而且他的收費一半也不夠 那好吧 混流局怎樣回應呢 那他就說 你用那個機構 那個計法不公道 是不是 那他就 昨晚漏夜出帖 他就說 列了一系列的數據 或者一系列的 不同的機構 你說那個不行的 我現在有兩個機構 做個報告 這些才是路的 第一就是2023年新華波羅的海 那個叫做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 這個新華 是不是大陸有關的 我就上網查過 第一就是找不到他的網址 短時間比較短 第二就是發覺原來 在這個 在這個 就是 微信 在 就是 百度的引出 很多他們報道的東西 那顯然 主要是大陸人 主要是大陸的 肯定他用了波羅的海 但是中華有新華兩個字 我一檢查一下 我的印象就是 這個肯定是國內機構 國內機構 或者社科院 下面支持 總之 搞一個blending出來 用了波羅的海 四個字 就掩人耳目 你看看怎麼算 他說 香港的航運綜合實力 他說實力排第四 香港的船舶 註冊總敦位計 就是全球第四 他說香港 港口 香港的實力是綜合而全面 不應該單單以 吞吐量的排名去量度 明白了 我現在知道你說什麼 現在你說 我就是健碩的 我的肌肉 噸位很厲害 我腹肌 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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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就是 你去年 或者上個星期 做少了workout 現在跟你說的量 你現在跟我說 我不跟你算過量 喂 算過吞吐量 是說你做了多少生意 現在我們就說 不是說你的硬件多厲害 他現在就說硬件很厲害 所以我排名就應該是第四 但現在人家 阿法利納跟你說的 不是說 你究竟有多麼大隻 你可以舉到多少床 不是說這些 你現在是被人家軟去 現在是被人家排斥 現在是被人家邊緣化 香港是 現在人家不看你的電影 連東方海都不用你的站 這是事實 他不肯回應這件事 他是叫顧左右而言他 即是轉移焦點 轉移焦點 你完全沒有反駁到 人家的數字告訴你 你的吞吐量去年少了14.1% 為什麼你不回答 對呀幫不幫 吞吐量他又不是完全沒有幫 你說吞吐量 我有另一個數據 叫國際航運業權威的媒體 叫Lois List 他就說 香港在2022年的時候排第九 2023年的數據就未公佈 但局方估計 香港將會排第十 你真的代表別人說 即是都會跌 即是你都會跌 不是排第十 跟排第十一 跟連續所有人排第一 差很遠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不說自己連續排第十一 其實是第十跟第三的分別 吳天海沒有說錯 那跌少了 即是跌少了 還是第十 總之有得爭 對呀 我現在仍然是拉邊 我現在仍然是拉到 就是拉到車尾 總之我現在仍然是扯著三尾 我仍然是第十 超亂成績比上半版 那就是那類 那你跌 問題就是跌沒有那麼多 都承認是會跌的 只不過 就不是說現在阿花倫尼跌那麼多 有沒有搞錯呀 我明明是三尾 你罵我四尾 有沒有搞錯呀 四尾四娘的 亂講話 所以那些網友都看不過眼 麻煩你認認真真再惹 不要為反駁而反駁 你為了雞毛蒜皮 那種爭 然後還說自己仍然是十大 這是沒有意義的 總之二拉三拉爭風俠吵 你越是吵 就越是被人見到你 你覺得叫做氣急敗壞 氣急敗壞 麻煩你做實事 在那裡發爛 其實不僅止這件事 有很多的 那你現在 這個《信報》 今天那個社論 才講完他 我見到現在就是中了 《信報》社論怎樣說 他就說 《逆境波》其實不可怕 只怕自我沉醉 救夢 是 最重要的事實 剛才我們都說了 現在呢 即是你現在見到的那些官員 航運業的病因有很多 是 不可能一下子醫好 但政府呢 應該要拿出具體的政策 什麼協助的業界 重振洪峰 追回一些失地 不是應該好像駝鳥 那樣埋手沙堆 他依舊尋最領先國際的異夢 即是我又覺得 《信報》這個港客 顧子賢 他比較 比較 運輸物流局出來 死撐 是較為合理一些 但我又覺得 重振洪峰 吳天凱都說了 短期之內 沒可能復原 可能沒有 問題就是 太監怎麼重振洪峰 是啊 都是淹了 就是 而且這個問題 十年前你已經知道 鹽田、深圳、周山這些 是會逐步分享香港的生意 你預計到的 當時已經估計香港的轉向貿易 特別是貨運那裏 會逐步被國內某些國口替代 所以你才想想 有沒有些替代發展方案 花無百日紅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與其遠過去 告訴你 我不是第十一 我還是第十 有什麼意義呢 以前 香港的貨櫃碼頭 就靠這個專業服務 靠我們的管理 來到佔優 所以我們收貴的人都來這裡 國內的貨櫃碼頭 就因為他們的管理 硬件 各方面都沒有香港那麼好 但他們會進步 他們會追上來的 香港自然會被返回 所以我其實早就看到這點 應該早就想一下 怎樣隨著香港的業務 被所謂分薄 而改變我們整體發展裏面 貨櫃、貨運、貨運 佔的比重 這樣才對 所以你現在說重振洪峰 我都找來講的 你講得很對 都黏了 洪峰峰 或者說 你三十四十歲 再重振洪峰 我六十幾 叫我重振洪峰 就是叫你拍胃哥 就是不要開玩笑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是要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現在 倒不如想一下 爭取第四還是第十 有什麼意義呢 你有照片看 九號百圖 長期曬太陽 不如想一下 即是你為反駁而反駁 我覺得很簡單 貨櫃業到今時今日 香港的貨業 就會沒落 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 想一下 如何利用貨櫃碼頭 那塊地 不用明日大嶼 不用填海 不用人工賭 就用那塊地 將緊餘的貨櫃業 搬到第三號跑道旁邊 另外建碼頭 可以嗎 那裡更方便 有條屯門 直立國通道 直上深圳灣大橋 你連環梅大道也釋放出來 真是幾好 但是教授 你剛才說的這些 太具體 這個似乎不是現在特區政府 當然不是 就是想做一件事 現在特區政府昨天 杜耀明 就在我們這邊 都寫了一篇文 就是講了 現在特區政府是怎樣 你看看這個星期的發展 這個國安教育日 所給你啟示 就是叫做 口號治港降臨香港 五衰自信 就是管治特區 五衰是什麼 五衰不是五樣東西很衰 就是夏寶龍提出 香港柔治及興的五個需要 什麼叫五個需要 那些是港八股 不是啊 你不是說已經柔治及興 現在又為什麼要五個需要 才柔治及興 我真的覺得奇怪 你反駁 你反駁別人 英國那個半年報告 英國香港半年報告的時候 香港柔治及興 你詆毀 你污蔑 現在你才轉頭來講 我們要五個需要 才柔治及興 很遙遠 這麼奇怪 為什麼會 聽說五個需要 需要緊守國家安全的底線 即是又要搞國安 即是國家安全 才有經濟安全 才可以慢慢發展 這兩隻東西 才是搞衰香港的最根本原因 是的 這個就說 為什麼重振不到洪峰 因為你現在不斷在講 搞國家安全 養了這麼多國安白藝 國安癌細胞 最後就搞到自己 發揮不了自己應有的機能 所以其實官員說話 當然是無虛 你是要他們無虛 不無虛怎麼會升官 不好就是李家超 那些廢話怎麼會升官 因為實事求是 去找原因 找現在香港的病因 是沒得找的 因為他們就是病因 他們就是病毒 國安癌細胞 病什麼因 第一 第二 就是發揮一國兩制的繁榮穩定作業 又是 這媽媽是女人 有了國安癌細胞之後 就沒有了一國兩制的女生 媽媽是女人 第三 就是提升國際競爭力 和獨特地位 還有什麼獨特地位呢 獨特地位的意思 就是經常說 你經常很想做 香港做的那些超級聯繫人 聯繫到 在你國家無法聯繫的人 國家就聯繫到那些什麼一帶一路國家 跟你一起跑馬拉松 會讓理賽的人 如果你是香港的 他的獨特優勢 就是聯繫歐美國家 西方世界的國家 你現在每天都跟西方世界吵架 在那裡戰狼待人 人家怎麼會理你呢 是不是 你自己 真的很好笑 經貿辦 今天才被人挖出來 過去一年花了幾千 倫敦經貿辦 四千幾萬 我們在倫敦經貿辦 四千八百萬 四千八百萬 你讓來做什麼人 這些人 年初的時候很好笑 經貿辦搞一個新春晚宴 新春團拜 沒有官員蘇禮 是啊 真的沒有官員蘇禮 有些鄧年魚的就去 那些舊電池 那些舊電池去 好 反過來 倫敦 唐寧階十號 搞一個新春團拜 又沒有你的官員份 又沒有 沒有 沒有官員份 完全沒有交往 其實倫敦經貿辦 過一年做了什麼 我所知 就是出信罵人 主要職責出信罵人 就是出信罵人 然後你沒有交往 但是連費四千萬 四千幾萬 是不是 那你就看到 讀什麼特優勢 你看看這些經貿辦 現在在招腳趾 我常常都說 杜拜王子這件事 杜拜經貿辦做了什麼 杜拜經貿辦做什麼 不用做Fact Check 做什麼Fact Check 現在很奇怪 現在你說的全部不存在 夏寶龍 夏寶龍這麼多年來講話 又是廢話 你說這些 你有什麼新意 全部都是空話 假話 虛話 夏寶龍這麼多年說的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麼多年來都是說這些 以新思維創造香港新天地 這些都是黨八股 那不是啊 你那是黨八股 但現在 這些叫國王的新衣 有人會欣賞 有些衣服 有些衣服 誰會欣賞 哇 夏寶龍 哇 簡直是 一言驚醒夢中人 一言驚醒夢中人 當頭盼額 當頭盼額 對呀 香港要發揮獨特優勢 你要緊守國家安全底線 哇 一言驚醒夢中人 我之前的發緊夢完全不知道 是吧 我原來不知道要去國際的 哇 你給了我這麼重要 指明我們方向 表達到對香港的關心 是吧 你講完之後 我馬上有五個領會 哈哈 李家超五個領會 第一 他現在 夏寶龍 他講的不是只有跟我說 他面向社會國界 哈哈 政府就要排除萬能 咬定發展目標 你們工商界 就要探索新產業 社會國界要團結一致 接著青年要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追尋夢想書寫精彩人生 不要問 說你就要相信 真的 我不知為何 弄上關係 第二個領會 香港現在面臨經濟發展時期 現在才面臨經濟發展時期 香港現在面臨經濟倒退時期 你所知 他說過去經歷不同的經濟轉型期 香港人都可以找緊機遇 那時候香港有一國兩制 香港有自由 現在是不是 以前那麼多不同的轉型期 香港人總能找緊機遇 但那時候沒有國家安全 沒有那麼多紅線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國家安全 反而可以找緊機遇 沒有人說你煽動 香港人永遠 每次都可以找緊機遇 現在就是找緊移民的機遇 聽說 香港總能夠找緊機遇 開創新局面 創造新奇跡 現在香港人都應該認識到 以及面對大潮流的轉變 什麼叫大潮流的轉變 這個潮流 即是我們朝向什麼地方 跟過去的經濟轉型期一樣 不怨天不由人 我們不要怨天由人 是說廢話 積極作為 創新創造 應變懂變 應變懂變 這些全部都是假大空 第三 香港要發揮獅子生下精神 獅子生下精神 就是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現在叫你賭灰 你賭到旁邊 又有難用公屋 又有獎金 大馬廣言蝦又有獎金 又要互相支持社會 互相賭爆社會 第四 就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近水流台 相機無限 過去沒有嗎 你說這件事 其實剛剛大摩 就做了信心的一票 是 就是逆信心的一票 是 炒Banker 如果你說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近水流台 相機無限的話 為什麼大摩要炒人 哇 炒很多 香港 現在 他就說 在投行部門 整個亞太區炒50個 香港和中國佔了40個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他沒有理由 因為是被人爆出來的 彭博爆出來的 雖然他說 現在全球業績超出預期 好啊 生意好了 但是第一位 亞洲區的淨營收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2% 現在呢 我們看到 RFA 我們本台做了一個報道 其實 找回一些 其他可能的因素 他說 中資股票的發行量 是二十年新低 至少在香港 IPO很低 五億美元 一季 是跌出十大 又過千億一年 所以為什麼 這麼著緊 杜拜王子 因為杜拜王子 一個人 他就帶來五億美元 所以你就 這麼著緊 所以不要理會 沒有這些錢是皇室的街邊 總之就是錢就可以了 是啊 這是什麼 現在大摩是沒有回應的 但是大摩 那個態度又很奇怪 其實他本身 三月頭的時候 他還在說 全球資金 重新 回到中國和香港 為什麼呢 他就說要投資 那些企業 就是跟這些所謂 現在的 新質生產力 有關的那些企業 是他目標投資的項目 那些叫做增長型的一些 一些股票 譬如你找AI 電子 或者新三樣 新三樣 新質生產力 那些行業 最後來 開到兩會的時候 國家真的說要力 焗新三樣 新質生產力 買中了 那我想呢 這個就是有春光鴨 現在國家推這些 你快點回來 快點叫你的機構投資者回來 那好 問題就是最近 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就像現在夜輪過來 就是中國的時候 訪問的時候 是啊 最後來講說話 真是很有警告意味 真的 就給了一個很大的警示 就叫你不要再去 就是在那裡 傾銷 即美國總統都 都 echo過這個說法 他說你那些海盜行為 不是競爭來的 總統拜登 昨天就說 他主要是關注 那個鋼鐵問題 現在就已經說了 已經說了 電動車都會緊緊的了 電動車就是 其實耶倫過來講 耶倫過來講 電動車以外 就說你那些 就是太陽能電板 電板 摩輪機 摩輪機 那些什麼 那些綠色產業的 就是現在 國家說要力穀的 就是所謂新三樣出口的一些 因為看到世界有需求 是的 但是你這樣 你就等於 這個就叫做 你國家補貼 是國家耳本商人 即是你無限地 這樣去 在後面去支撐他們 然後搶全球的一些市佔率 令到全球依賴你 依賴你之後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沒有你 是 那過去的招行得通 真的 過去的招行得通 新疆的太陽能電板 走得通 但是 今時今日不同了 但是 就今天 其實剛剛 副首相 我們英國副首相 杜永敦 就在 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裏面 發表了一個 經濟安全的演講 是 他就說 其實他 原本不是說香港 但是他講講一下 就講了香港的事情 他說 中英 中英的經貿關係 英國就不會倡議脫勾 但是絕對需要去風險 他說 中國對其他國家 進行經濟脅迫行為 而中國在新疆 南海和香港這些作為 就顯示中國在 漠視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而 他正正又講出了要點 就是說 共產黨 在尋求世界越來越依賴中國 而同時間 讓自己越來越不依賴世界其他國家 是吧 喂 現在這個是風險來的 是 這個正正其實是 武漢肺炎疫情時期 他就嘗試做這件事 是 口罩啊 保護衣啊 甚至疫苗想搶先才能研發到 是啊 不是他就是疫情之前 疫情之初 全球 其實是去採購 採購那些口罩 保護衣 是啊 然後所有貨 就集在自己一邊 然後呢 就去經濟脅迫別人的其他國家 讓你不敢追究 是啊 讓你不敢追究 這件事 這就是敲響的警鐘 現在杜永敦所說的一件事 就是現在你所造成的 所造成的問題 就是這個叫做地緣政治問題 香港經常面對這個問題 不敢講清楚 就是地緣政治問題 香港也不敢講清楚 什麼叫近水流台才得月 什麼叫雙機無限 現在正正就是 國家對外戰狼 對歐美戰狼 而中國呢 就令到香港也緊跟大陸路線 他原本是想利用香港繼續做白手套 但是你玩殘香港了 現在連白手套也不讓你做 不信你 白手套他給你做 但是一廂情願 但是國際社會不再讓你做 以前是讓你做 國際社會信你不會做 因為他 起碼呢 你還要維持一國兩制 有什麼事可以仲裁 貨櫃版 其中一個就是 貨櫃業相關的仲裁機制 他們不再信 是一個道理 是的 剛才你說的五個領會 你說什麼 什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是廢話來的 就沒有了自己 我看這些文章 都沒有了我智慧 這是廢話來的 第五 國家是本港最強後盾 會不斷推出 維港政策 然後要努力不下 香港要努力不下 自強不息 說這些廢話 李家超 夏保隆說 香港有求 中國必應 那我現在就說 現在呢 我覺得香港真的是一個太陽 夏保隆說的沒錯 是照亮人家燃燒自己 最新 你除了 你將香港的 香港人其實是最強消費力 如果在國內來講 湧去深圳 發佈太陽的無私精神 很多高師 其實不去鄉鎮 湧去東南亞日本 沒錯 但是你說 如果你說香港客來講 其實 區內 或者國內 都在搶 我不是說 去到貴州都在搶 香港客 現在深圳這麼旺 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客上去 是啊 為什麼人家這麼景氣 你自己覺得 喂 香港人就是糾菜 是啊 反而呢 大灣區 就當鳳梨為上奔 是啊 有專車在口岸接你過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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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這樣 另一個問題 喂 你現在 你不珍惜香港人 是啊 就湧上去 是啊 湧上去 為什麼這麼多人 你想想 數字二百多萬人在香港 其中五十多萬人去了外國 是啊 數字相升高 我都講過 我粗略計過 帶走消費力 二十至三十億以上 但是這些錢去哪裡 如果這些錢留在香港的話 你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香港人 不在香港消費呢 一方面固然是 在香港 去到深圳 或去到大灣區 上奔金招待你 也都無可否認 有些人是 我不奮氣 呼應你的政府 一定有這樣的心態 我跟這些人聊過 唉 有些呢 就是這些 紅媒黨媒 你看到那些黃絲啊 爭相不上啊 尤其是大公報 做債圖啊 又是什麼 北上消費 黃絲也瘋狂 直指紛紛 中心鎮好過香港 他裡面說些什麼呢 他在網民說話 就說 今天還覺得自己是黃的那些 他問 有人質問 他現在引述 有人質問 今天還覺得自己是黃的那些 又不上消費 是什麼玩法 和社會心態 說些原因 和心路歷情來聽聽聽 說這句話 好像其實 為什麼這些紅媒黨媒 其實這個只有黨媒做 他覺得好像贏了 贏了啊 你們都要光顧我 黃絲沒有了道路自信 是啊 他都離北上 是不是真先 是真的 是真的 那你怎麼說 你怎樣自願其說 你現在黃絲 你適日來說 是不是完全錯了 他就是想你錯了 OK 好了 他的結論是怎樣 跟著其實 有些網民怎樣回應 他自己CAP出來 是 他自己報道 大公報的報道 什麼點新聞 那些網民就說 既然香港等於中國 所以北上和流廣是沒有分別 但是北上便宜一點 是不是 什麼叫香港等於中國 就是沒有一國兩制 就是反駁了你 剛才夏寶龍那些是廢話 所以大公報這些 真的 他掌握夏寶龍那一把嘴 是啊 因為夏寶龍說什麼 香港有獨特優勢 是 一國兩制 這些什麼 是吧 現在你要說五個需要 五個需要 那些 本身已經沒有五個需要的土壤了 你要五個需要 那你才可以發揮到 這個 柔治及興 那就是柔治及興不到 是 是 夏寶龍說 柔治及興要五個需要 其中要你發揮到香港的優勢 優勢就要不同才行 什麼獨特的優勢 你獨特就不是全國都是 如果你全國都是 香港等於中國的話 就沒有獨特優勢了 老實說 你頭那兩點 要香港什麼 緊守這個 國家安全的底線 所謂的國家安全 就是打壓自由 打壓民主 打壓法治 你這不是跟大陸一樣 你根本就是 跟後面說的互相排斥 互相排斥 互相排斥 就是廢話 就是口號 就是中共本色黨八股 就是這樣 一大堆好似很開心的 詞句 實際上 後面充滿了矛盾 荒謬 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你夏寶龍瘋完 你李家超跟他瘋 跟著那班議員 就是跟他瘋 現在香港 你只在這點 你都沒有優勢了 沒有優勢的 其實是 你很有趣 然後又引述 移民期十幾十萬元 移民期十萬元就搞定 不過 講到尾 又是跳出舒適圈 是 移民期十萬元就搞定 不過 說到尾 又怕跳出舒適圈 即是你有條件移民 但又怕跳出舒適圈 所以回大陸消費 這個我就不知道 不太明白他所說的 另外一個 就是他引述 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 所以別人選擇 回大陸玩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有勇氣留港 為什麼還怕上大陸玩呢 我看不到香港和中國有什麼分別 分分鐘深圳比香港更好 講這句話 就看到這些大公報的編輯很興奮 當然有問題 精神分裂 他現在很興奮的是 深圳比香港更好 如果深圳比香港更好 就沒有一國兩制 除了一國兩制 香港有勢去哪裡 沒有的 我們講這句話是沒有意思的 倒轉來說 如果我在香港 或者我都要上深圳玩 有什麼所謂 但不代表我 我覺得你的制度好過我 但你見到那些黨媒很興奮 即是等於那些 黃絲也瘋狂 回黃絲也瘋狂 即是黃絲輸了 黃絲輸了的話 即是中國贏了 現在他們都擁抱大陸 你們現在悔改了 回深圳消費 是這個意思 但你要明白 他們裡面講的是什麼 香港等於中國 香港等於中國 那我為什麼留在一個 這麼貴的地方消費 你不值啊 即是 為什麼平時 你說香港什麼都貴過大陸 因為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優勢 你首先要承認 香港一制是優勢過大陸的一制 所以才這麼貴 問題是 現在已經沒有了一國兩制優勢 沒有了差異 沒有了兩制差異 所以我就不會給這麼貴 有些在大陸做生意 或者長年在大陸生活 工作的朋友都說 他說 我想夏寶龍這些人的心態 是很扭曲的 他一方面 他口裡面要說 香港很多優勢 因為他做官 他說一個兩制 但實際上 我覺得對於香港擁有某些特殊性 是相當之反感 甚至想把這些特殊性產平 你現在大陸的自港官 自從張曉明開始 就是這樣的心態 就是要將你香港獨特性產平 要你復應於一國 要這樣他才覺得過癮 才能夠撫平他那些心理的扭曲 但到頭來 搞到你獨特之後 出來講這些話 夏寶龍講這些話 15號那天 國家安全繼續講這些話 講這些話 我覺得傳統黨八股 不值得重視 我覺得是第一點 第二 他說完之後 李李家超還呼應他 傻瓜 現在才告訴你 國家一定是正確的 一定 我們搞好國家安全 搞到你香港獨特都是對的 但如果你搞不好香港的話 你就有責任了 即是說 我搞過後 找你做氣死鬼 那李家超也是這樣 李家超的態度也是一樣 那些人問他 喂 你現在很多人倒閉 你怎樣回應 他們正在找機遇 過去都是這樣 每一次有事都可以 重新找機遇 重新鎮起 鎮法 他的意思是 他這樣說 他真的很討厭 其實他很低能 有記者問他 現在香港倒閉 你怎樣回應 他就說 香港經濟是向好的 而特區政府又自力引入很多不同的旅客 所以 其實 香港要自己把握好機遇 我對香港人有信心 不關我的事 你的事 即是他覺得他做了就是做了 我做了事的 你不爭氣 他做了就是做到了 即是夏寶龍 就把球踢給李家超 李家超把球踢給你們 你倒閉是你活該 不關我的事 我又搞了狂肛蛋 又搞了紅心波波 又搞了這個 靈台花床 你都不認識不到 關我什麼事 我做了事 做了事就不關他的事 這個很好笑 兩大新聞 你做來做去 做得最多的就是那些什麼 繽紛 我只是說去年 從這個預算案裡面看到 陳茂波的預算案看到 你對香港的三大產業 航運 貿易 金融 發展 金融 還有金融服務業 還有現在地產 地產就是這個 降級消費 很多人都不行 經濟不行 是完全沒有策略 好了 最近 你叫辣椒都切了 辣椒都切了 現在你看到小陽春 很快就沒有了 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都沒有了 兩個星期就沒有了 現在價錢就下跌了 是落空了 是 你看看信報如錦然就說 不是信報如錦然 信過高天又說 三大理由 原本呢 就期望今年是向好的 第一 就是那些高財通 會下來香港買樓 是 那有沒有買到 沒有 一點點啦 有些人買的 但老實講 我也講過高財通 有些高財通 有些人 剛剛畢業了多久 就是二百大 所謂二百大 第二 很多 拿了證 都沒有下來 那 有些人 有些人 有條件 會買樓的 但老實講 很多人 現在等於排隊 賣樓 問題就是 其實他們下來了 一點點 你有十萬 你批了十萬個高財通 十萬個應該會有十萬個需求 你說買樓來說 你說買樓不買樓都租樓了 所以不應該怨天猶人 李家超說 問題就是 他們說的 信報說的 以他們最近 以他們所知 就說這些高財通 最後都寧願在大陸去住 在大陸租樓 很簡單 我來香港找工作 未找到之前 我就寧願在深圳住 而深圳和香港 他們覺得深圳是 comfort zone 是啊 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是今天自由 很多年前已經說 在香港讀完書的人 可以留下來一年找工作 然後就 住九七年就可以去 但是 早期是很受歡迎的 直到後期 我自己的學生 他們很多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覺得香港居住的地方很狹窄 我拿著 來香港走到鹹水 這個條件 回到深圳 或者回到大陸 機會更多 現在香港 老實講 收入率又下跌了 又升了 金融業又萎縮了 貨櫃業又萎縮了 旅遊業又萎縮了 其實那些高財通 下到來之後 我早就講了 這班人 跟過去引入專才計劃 是不同的 過去引入專才計劃 他們找到工 然後申請他們過來 是有工的 有工在先 過來在後 現在未找到工 現在是很多未有工的 甚至在國內被人裁了 三天之後 就告訴他們 你是高財 給了簽證 就是這樣 下到來之後 找不到工作都未知 是啊 就是這班人 那時候有些人問 尤其是僱主 香港的僱主問 是不是應該追蹤這班人 高財通的數據 就業數據 和買樓 居住的情況 勞副共產法 不用 完全不用 給他們彈性 為什麼不用 不用面對現實 如果你覺得做到工作 你覺得高財通 是你必然的正職來講 你應該給人家 給人家說服 這個真的有數據 是由自及興的 現在就不是 因為其實他們都不相信 所以才不跟蹤 他們的就業 那個情況 他們做出來交數 你應該看到 2022年 年初 就著高財通 開記者會 都如陳國基說什麼 他說什麼 香港過去兩年 流失了 14萬勞動力 我們現在高財通的話 希望每年可以收到 3萬5 2年就7萬 4年之後 就賺特了 你那14萬走了又怎樣 我馬上就補充 4年之內 想填藤 整個心態是填藤 所以勞副局 那些就加快審批 一年內收到 批8萬出去 我不止是3萬5 現在批8萬 一年 還不填藤 還不是業績 至少你問我 他們來之後 有沒有工作 有沒有買樓 沒有這麼尷尬的問題 不要問我 你批那群人 我都說 半年前 在森紅書 已經見到他們說 我三日前 被老闆解僱了 裁員 我百無了賴 我的田份表 入市場高財通 三日後就批給我 這些香港 現在批下來 都算是高財 高財通入市 落空了 製造不到新的需求 然後 減了辣 其實減辣 最大的受惠者 應該是 令到他們 更加大意欲 去買樓 因為他們的境外 人士 來買樓 那個交的稅 已經是 沒有了 以前很厲害 你本地又沒有承接力 現在最大問題 就是 你現在剩下很多貨 中原的高層說 那些國內大學 買樓的盛景已經不在了 不在了 早幾天 早幾天還說 預計今年會升很多 自己要親自浴水買樓 最近又轉口風了 對 轉口風了 之後 後市最糟糕 只要看 長實怎樣劈價 長實劈價 你知道 他就貨如輪轉 他就不會跟你拿貨 不會像其他地產商 就是華貿 怎樣拿貨 真的 去年你不是試過 最新的就是Blue Coast 虧六千元呎價 都要這樣 以前不斷唱好大陸 唱衰香港的陳啟忠 早來都說 保本保命 現在要保本保命 現在不看法財 以前最喜歡持貨 拿著貨不賣 好景的時候就去 現在不就是個個都看淡的事 地產來說 大家看淡 不投地 去年一附地樓標 大摩 現在呢 帶頭炒人 香港中國炒40個人 所謂近水樓台才得月 一巴掌過來 得月了 近水樓台 現在就讓你看到 正正就是相反 反而馬時康 之前說的 腹背仇敵就是這樣 沒錯 第三 你現在去航運業 航運業 你現在就跌出十大 然後呢 還未跌完 因為他就說 你現在看到業界 我們RFA報道 業界是說的 預言 現在那個吞吐量 會持續下跌 民流局都預計 只要找個好一點的報告去說 都會跌倒十 所以 其實你現在看到 你在哪裡吵架 應變反駁隊 被你反駁到 你貪一時口爽又如何 你覺得自己人家冤枉了你的 那是否你不用做好自己 其實反駁隊 反駁什麼呢 他從來都不是反駁 他從來都不是 他不是從 針對你的論點來反駁你 不是的 而是他 你一埋牙罪 詆毀 污衊 抹黑 胡說八道 然後呢 輸打贏要 找到對自己有利的報告 拿出來呢 就跟你在那裏 現在 物流拱製是這樣 特炳強 連這些都省了 用什麼 直接抓人 記者協會給報告 記者協會沒有代表性 你立了23條 誰說 C intelligence 你也不信實 喂 詆毀我們現在在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 立刻為越洋抓人 你有看過 23條立法的諮詢報告 你有九個海外全體組織 提交了意見 一句就是 這九個組織是 海外反鰭組織 那他就不用合你了 這樣就要反駁了 反駁就給你一個表簽 說你是反鰭組織 但最後呢 你敢不敢抓人 如果別人 說一些你不合聽的話 包括 包括物流業界 那些諮詢機構 C intelligence 也好 Alphalina也好 敢這樣抓 鄧炳強說 說事實都可以抓 然後他要看你的意圖 你說了 你說人家不全面 又是報導假新聞 是不是要抓人 第一個要抓是卡梅倫 卡梅倫對政府 作出脅迫 對政府 作出脅迫 他說不容許你們這23條 危害在英國的香港人安全 真的好笑 是不是要抓自己家 他先 抓啦 控制他啦 200萬 立了23條 又不抓人 示威就變成示弱 你就自己變成笑話 變成鬧劇 我只知道23條 海外有管轄權 所以卡梅倫這些說法 肯定要抓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